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 6月3日 今天看到新华社刚刚发了一条消息 讲到胡春华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肩膀上压的担子非常重 所有的脏乱擦难 这些工作都压在胡春华身上 胡春华今天开的会非常奇特 主持召开华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 协调小组第三次会议 就非常有诡异 给大家看 这是网上的这个截图 就这篇文章 胡春华参加的会议非常多 这是其中的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很值得研究 也就6月3号 说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 协调小组 第三次会议三号在竞召开 以前召开两次没报道 说是胡春华到会讲话 他强调什么呢 深入贯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明明是习近平的决策事务 假大空 靠吹牛皮 这个要搞所谓的这个凶暗心趣 而恰恰这个地方反倒是水资源枯竭 这不胡闹吗 是不是 这胡春华也不敢批定 还要学习习近平的讲话 你越习学习才讲话 这个事就给他办砸了 这是没有办法 所以胡春华怎么说呢 这个 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 一钉子精神 落实华北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举措 持续改善华北地区水生态环境 你想吃水都是问题了 还搞什么凶暗心趣 是吧 就明显是打脸了 那么2020年说 浅层地下水位 较上年总体灰升了0.23米 持续多年下降后 首次实现了直跌回升 这个都是虚跨的数字 是吧 你才0.23米 你想多可怜 他说什么 他说实现证明啊 这个国务院关于 华北地下水超采的 决策部署是正确的 说是一年接着一年 持续不懈的抓下去 就一定能实现 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提出的目标 叫实现 说下一步的治理任务 非常艰巨 还要坚定不移的推进补水 补水就南水北地奥 正好他就要处在 这个凶暗心趣 处在这个南水北地奥 中部这个位置上 也非常有意思 说是要什么呢 要这个加强合乎管理 恢复生态系统 坚持节水优先 加快推进农业 结水增效 工业结水增排 城镇结水减损 降水 严重 严控高耗水产品发展 这个全面强化水资源 刚性约束 刚性约束就是一定要非常严格的 来约束 坚持以水定城 城市怎么建的 卡和水 这个意思 以水定地 这个地方怎么发展 看有没有水 是吧 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 你就想想 这多么艰难 严控超采地下水 超用 黄河 黄河海河水 提高水资源 统筹利用水平 要做好 落实好 海河流域 防汛主体责任 把工作做到实处 确保安全 杜逊 新华社肯定是藏一边 漏一边 是吧 最严峻的问题就是 就是凶暗新区 是吧 虽然中共吹嘘 这个凶暗新区 是千年大截 这习近平搞的 是吧 说是80年代不开深圳 90年代开黄埔 21世纪 要开西域的凶暗新区 结果吹完牛皮 先干了四年 花个大饼 就盖了火车站 什么也没能成 是吧 这说明什么 习近平 这个赌气之果 赌气外交 现在赌气境界 赌气 搞开发 为什么 跟这个邓小平赌 你搞深圳 我比你厉害 我要再搞一个 和江泽民赌 你搞这个浦东 我非要搞个新 但是恰恰选 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地方根本不能 建什么大的项目 为什么 水资源严重枯竭 你看 这个中国环境保护部 有个环境规划院副院长 兼总工会主席 不是总工会主席 总工程师叫汪靖南 这个人还是有精神品格 不愿说谎话 他说呢 他在2017年4月23号 举办的第六期 有一个论坛 叫前学生论坛 在上次怎么说的 他说呢 雄岸新区所在的白洋电流域 不仅水资源严重短缺 而且入电河水的水污染 非常严重 雄岸新区的大气污染环境 也十分恶劣 他认为环境问题 是雄岸新区发展面的最大挑战 他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雄岸新区 根本不适合建 习近平完全是胡诊 那么参与雄岸新区规划的 设计专家 还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叫尹志 他在2018年8月举办 清华大学雄岸新区 规划建设发展论坛上说 跟当年的浦东 深圳这些大型城市相比 雄岸新区出台时 中国经济处于困难期 你看见没有 新职也有很多不利条件 不在已有的国家 其大型交通网络节点上 而且地势地瓦 比常年洪水位 第8到9米 需要大量的工程处理 白洋店的水质 是劣质五类 和劣四类 需要提升进化 你想 这个习近平都不懂 做任务时 你不能搞无缘 自随 你的首先有水 水是最重要 有水才有成 你没有水 能搞什么雄岸新区 习近平不懂经济 完全是胡来 脑子一拍脑门 一定要搞个高大上 胜过别人 胜过别人 你得想一想 这个地方到底 能不能建 这个城 是吧 就存在乎整 你看中国工程院院士 弟弟学家叫陆大道 撰文说 新冠经济的选址 不符合 中国经济要素 自吸向动的宏观流向 这个特别重要 确实 中国经济的要素 就是自吸向动的 这个流向 难以吸引 有利产业发展的要素 急剧 说雄岸新区发展的五成 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 创新要素 迁到雄岸的趋势不明显 而且河北省不像多数省市那样 具有一两个经济实力很强大的城市 引领全省经济的发展 就确实这样 就习近平就胡来 说京津及现有的宗观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还有宜庄开发区 天津经济开发区 滨海新区等发展条件明显 要更加有缘 说被誉为新加坡规划 自付的新加坡规划师 叫刘泰格也说 雄岸新人口规模至少达到1500万 目前规划中的500万人口显得不足 雄岸毕临的北京天津人口规模庞大 雄岸要具有足够的人口规模 才有竞争力 人家等于批评的了 从不同的角度 低下水的角度 是不是啊 这个人口的角度 中国这个经济发展要素的角度 来批评西一边 意思 你虽然是自己为自己了不得 实际上你根本不懂经济 就忽诊 想一处死一处 一拍脑门一拍大腿 就要搞雄岸新区 还千年打击 这牛皮又垂破了 你想现在更不适合搞了 为什么 你想90天之后 中美对峙升级 美国追责索赔在所难免 冷战必然要到来 热战有可能来临 一旦开战 你想 什么雄岸新区 浦东新区 深圳特区 是吧 你这些建筑森林将来 都有可能意味平地 所以这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这个这一次 我认为胡春华 这是为了搞这么一个 这个地下水资源 这个华北地区 地下水源超标子 综合治理 实际上是李克强派的来 开这么个会议 就是叫习近平丢丑 是不是 连水都没有搞什么雄岸新区 说你开个会议 好好的就刺激刺激的 就习近平看了这个 就胡春华这个会议 肯定是恼火 恼火没有办法 你习 这个胡春华也很策略 一开始录讲了嘛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推进 南水北调 后续工程 高质量发展作弹会上的讲话 先把帽给你带上去 让你这个 说不出我什么 是吧 但是实际个事做的是什么 是整个对习近平这个 雄岸新区 附底抽薪的 你想谁都没有搞什么兴趣 是吧 胡闹了 说习近平不行啊 你看外交赌气 到些位置 没有任何一个发达资本的国家 支持中国了啊 全变成敌人的关系了 你看个经济是一塌糊涂 你看个党内斗的是你死我活 是吧 说做什么就做什么杂 但是还把权把着 好事都在贴他脸上 还都把脸上贴紧啊 所以这个雄岸新区 看来这个是肯定是 已经是 这个 不可能实现 完全是一个梦想 这习近平不讲了吗 总之要中国人民做梦 这个梦醒来是一身冷汗 那么今天的海外喜谈节目 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那些 关心这个节目的广大网友 因为本人这个精力有限 这还要做很多家务事 比较忙 所以这个邮件不能一意恢复 希望大家谅解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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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